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内野 2020年还剩最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中国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拼命的冲刺 追回因为疫情而落下的时间 争取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的增量 让年度的GDP的数据更好看一点 都在赶时间可以说在抢 让官员让他自己在年度的考核中 有一个好的业绩 而根据已经公布的前三季度的数据 可以说再次说明了 中国的区域经济正在经历40年来 最大的一个调整和变局 前一段时间前三季度的GDP总量排名 前十的城市分别是第一名上海 随后是第二名北京 后面是深圳重庆广州 苏州成都杭州兰京和武汉 这是前十名的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竞争中 可以说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 GDP的总量首次进入了前十名 而武汉扛住了疫情的冲击 保住了前十的位置 天津则不幸是跌出了前十名 创下了自清朝末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排名 像当年在清朝末年和民国的时候 天津它的产量就是工业产值 基本上是前三名或者是前五名左右的 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跌出了前十 这是首次上百年来的首次 这样计算了可以说北方就只剩下北京一座城市 进入了托普什 可以说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可以说是百年没有的大变局 当然这只是天津 但是放在全国的大局上来看 代表着北方经济的一个衰落 可以说短短几个月市场就已经从投资不过山海关 然后就退到了投资不过湖幻庸县 湖幻庸县就是从东北的爱辉到云南腾冲一线 后来再退到投资不过长江以南雪丰山以洞 那么沃森生物事件之后再次退到了投资不过蓝宋的版图 就是归宿到东南的异域 在天津华初前十名之后的北方简剩下北京一棵独苗 而江浙沪广可以说每年百万的大学生流入 让其他的省份可以说基本上没法竞争 基本上未来就是湾区的一个竞争 当然这个湾区不包括经济地区 基本上它已经退出来了 我觉得北方经济当初说中国的经济三强 对不对长三角猪三角金金记 现在金金记可以说是彻底是衰落了 如果列出各自的前十一一对比 大家就会发现除了北京上海以外了 南方各个城市的GDP总量 几乎都是对应北方城市的两倍 就是说北方的找第一名和南方的第一名对比 北方的第二名和南方第二名对比 那么南方的城市的GDP对应基本上是北方的两倍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南北差距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刻 而这种南北差距当然和气候以及经济条件 还有人口的吸引力是相关的 还和北方的重工业为主 轻工业之后的产业布局是有关的 当然也和北方的贸易的衰败 以及人文环境的退化是有关系的 整体而言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那种南北齐头并进 至少南北差距没有太大那样一个经济格局已经开始改变了 这样的局面倒不是说因为南方进步有多快 经济发展有多快 而是说中国的北方开始在经济加速的衰败 前几年中国是普遍唱衰东北 认为投资不过山海关 而现在五年不到的时间 中国的投资已经不能过长江了 过长江以北 这件起事从中国最近的房价上就能体现出来 北方的房价比南方的差很多 差太多了 最近全国的楼市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可以说也是冰火两重天 北方城市的房价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 而南方的一些城市还是比较火热 在上个月的七十城房价统计中 下跌一年的城市排名 前十名主要有 你像五大江 南冲 郑州 天津 贵阳 北海 太原 湛江 英台 青岛 北方城市基本上占了一大半 就说下跌了一年的城市前十名 而从各个城市历史高点到今年的十月份 就是它曾经的房价的高点到现在这段时间之内 二十个城市房价它距离最高点下调的幅度都在10%以上 其中九个城市房价距离最高点调整的幅度超过了15%以上 比如说廊坊的房价距离它的最高点 从它的最高点到现在就是今年的十月份 下调达到了46.9% 而青岛下跌了23% 天津 北方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北京下跌了22% 石家庄 济南都是下跌了18% 而北京也是下跌了16% 大家注意一下这都是北方比较大的城市 基本上这些房价离它的高点大跌基本上都在20%左右 有的超过了40%多 基本上都是北方的城市为主 南方的是相对来说是少一点的 而最近北方的郑州天津也是纷纷传出楼市不行 要启动旧市的一个消息 虽然后来政府都出来辟谣 但是可以说方楼市不景气的现状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而哈尔滨就推出了14条政策 鼓励房企降价救市 更是在全国是登上的热搜啊 就是这个消息 这是第一个省挥城市中 政府它公开鼓励降价卖房的城市 当时是在社交媒体上 全国的媒体上也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可以说是打响了房价下降的第一枪 从哈尔滨开始 而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在高库存和人口流失之下 整个东北地区的楼市或者说整个北方地区的楼市 非常疲软的一个迹象 所以综合起来而言呢 东北及北方楼市的下跌 和整个北方经济的下滑和人口流失是相对应起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路向南看的话 那么南方这里的房企 购房者很多城市还是很火热的 呈现出就是截然相反的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就是南北方 最典型的就是刚过去的深圳的华润四季的开盘 前面我专门做过一些节目 讲过深圳的那种抢房 就是众筹打薪 然后是横扫2000万的豪宅啊 买到之后呢 转手就是赚500万脱手卖出去 还有你像是万科 他上午拍地下午垫击啊 还有你是像万科 他上午拍到了地 然后下午就垫击啊 这也是非常迅速的 以及合肥业主是集体报团 房价上涨 还有了扬州的一些城市的土地溢价也是比较高 中间呢就穿插着杭州万人摇号 那么这都是南方的比较火热的几个城市 南方城市的那像深圳 杭州 南京呢 可以说让大新 就是抱团大新 大新房成为一种神话 并且呢成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并且被新华社痛批 新华社痛批的是深圳 随着引来的可能就是系列的打压政策的下一步逐渐出路 北方城市的季节和南方城市的火热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魔幻的 而这一切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啊 其实就是人口 我们都知道未来城市竞争的核心是离不开人才的 大学生的去留呢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那么这些初出茅庐的毕业生的去向 以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吸引力 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 所以不止二线城市人才大战呢 是非常激烈如火如荼啊 就算是三四线甚至是一线城市啊 很多也都加入了抢人大战 比如近期的像上海还有了武汉也是抢的别凶 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牛汉计划也是高调启动 而经过这一系列的政策有数据就显示了 一二线城市2016年以后整体的常住人口的增速啊 保持在1.3% 2019年呢更是达到了1.7% 我们先来看一下2020年一季度大学生期望就业 一二线城市的一个分布 排言前十的呢分别就是还是北京上海 第三名成都广州深圳这是前五名 后面就是杭州南京西安重庆郑州 那么这十个城市当中呢南方城市啊就有五个 还有西部的城市呢像西安重庆还有成都 那么而排名最后的是长春呼和浩特大年等等这些呢 是没有什么新兴的产业 它的经济发展的增速也是比较慢 也说是吸引不了年轻人的 北方的城市可以说是受欢迎程度是比较低的 包括大年再来 再来看一下高校毕业生年度的城市 高校毕业生年度呢也就是说常住人口的增量 是大于毕业生的数量 你像深圳杭州广州宁波长沙重庆厦门 七个城市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不管是抢人还是牛人 高校毕业生们他们选择是更倾向于南方的城市 趁着这波偏爱了南方城市啊更是疯狂的抢人 特别是杭州深圳广州宁波等等这些城市 2019年人口规模的增量在全国是排前四名的 特别是宁波 2019年它的人口增量达到了34万 这个是抢人效果比较好的 体现在房地产方面呢就是2020年前十个月的 商品住宅成交大约是1400万方 等于去年一年的成交规模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 那么在这波抢人中北方城市也是失去了一个主角的光环 面对着南方城市啊可以说重拳出击抢人 北方基本上是节节败退 那么你没有人你的房价对不对 你当然就撑不住了你的房子卖不出去了 大学生不到你这里来了嘛 没有新增流量进来 那么你的楼市当然就会萎缩了 但是总而言之了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可以说如果中国的人口供给跟不上 人口的增速跟不上 那么现在衰落是北方的经济是北方的楼市 将来衰落的可能就是南方的经济 或者是南方的楼市 可以说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现在的南方看北方啊 其实就像当年的北方看东北 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特别是对于楼市来说 长期看的还是人口 民政部的部长李记恒发文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这样一篇文章 他认为啊 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了警戒线 要把握人口重大的趋势变化 制定长期的规划 实施人口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 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 并且稳定在适度区间 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实现人口和间接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 面临着历史性的一个转折 有三个数字啊 其实可以概括目前中国人口 在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官方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是1465万 出生人口是跌破了1500万 这样一个关键的评级可以说 比2018年是净少了58万人口 人口出生率呢是10.48% 创下了近20年来最低的人口出生率 这就意味着中国事实上 已经陷入了一个低生育的一个陷阱 这个数字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 在发达国家也算是比较低的 二孩政策呢 并没有改变人口出生率下滑的一个态势 二孩政策的效应呢是在递减的 同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69 也是低于世界公认的替代率就是2.1 另外呢中国的育年妇女人数 在过去10年它是减少超过了4000万 那么育年妇女减少啊 你的人口怎么会增长得起来 所以现在国家很多地方啊 也是在鼓励生育 当然它没有给实质性的好处啊 只是口头上倡导你生二胎生三胎 有的地方是你刚结婚的时候 你正的时候就要交这种二胎三胎的押金 要你多生 最近呢还看到一个广告牌啊 说婆媳同生二孩光荣 母女同怀二胎不丑 大家想想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导向 就是鼓励多生嘛 你婆媳同时生都是光荣的 你母亲和女儿同时生 这不是丑事 现在中国很多基层单位都在这样鼓励生育 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国家的人口确实出问题了 你再不生韭菜不够了 不够割了对不对 你买房消费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人口啊 你没有人口没有消费楼市也带不动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国家的经济未来就是衰败嘛 所以中共政府现在确实是非常着急啊 在想各种办法是鼓励大家生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刺激政策的话 单纯是这种口号式的 其实也没多大的用处的 他自己不想生 你也不能拿着枪逼他去生对不对 第二个呢就是自2012年起到2019年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啊 连续8年是下降的 那么不出万一啊 今年劳动力人口下降的趋势还是不会改变 可能会继续恶化 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接近3000万 中国的老年化程度啊 已在加深 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啊 占全部人口的比重 从1980年的8% 提高到了1990年的9.7% 那么到了2000年和2010年年之后呢 就达到了13.5% 那么到了2019年了 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 大约是2.54亿 占总人口的18.1%啊 那么如果到本世纪的中期 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87亿 占总人口的35% 所以中国将成为全球最衰老的国 最衰老的大国应该是 那么这三组数字啊 可以说基本上就确定了 十四五中国人口的基本的一个格局 第一呢 人口将历史性的进入下降的周期 以前大家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人口会下降 但是在十四五中间 中国的人口可能就会下降 第二是未富先老 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 刚刚迈入中顿收入国家的一个行列 那么要实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我觉得这个距离是还是非常远的 我觉得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 几乎上不可能 中国很可能就掉入这种中等收入限界里面去 那么中国的老年化呢 还在进一步加深 未富先老可以说成为中国经济未来30年 一个最严峻的考验 还有呢人口下降 生育率下滑 加上未富先老 可以说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养老金等等一些都带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首先大家必须明白啊 人口的逆转它经常会引发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逆转 在2010年中国的GDP总规模是超过了日本之后 中国的经济开始进入了明显的减速的周期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的转折点提前已经到了 就是人口拐点 在缺乏创新等其他竞争要素的情况下 导致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是在全面的丧失的 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 延缓劳动力人口下滑的趋势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啊 减速将会超出想象 将会大幅度的下滑 日本陷入失去30年 它一个根本原因呢 其实还是人口问题 日本在2000年劳动力人口就开始下降 到了2005年总人口开始下降 从而呢导致日本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经济增速很慢 但比日本更严峻的是啊 日本人口红利它的转折点出现之后呢 日本已经成为了一个完成了城镇化的高收入国家 就是它虽然是老了 但是别人已经富了对不对 跳过来一个陷阱 而中国呢面临着人口困境 比当初的日本是还要严重的多呀 而且你还是刚刚进入中等收入 你还没有实现富强 对不对 还没有实现这个高收入 那还差的远 其次呢人口逆转 它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丹特在他的一本书 叫人口峭壁一书中就认为 中国人口会在2025年下降 人口下降将是中国债务 房地产泡沫加速破灭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呢 其实就是在人口 在于改变人口全面下滑的这个趋势 但是目前来看呢 这种趋势是无法扭转的 所以中国人口问题如果不解决 最终它不仅会经济加速的下滑 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楼市啊你就更不用做指望了 不管是出生人口下降 还是劳动力下降 以及它的老年化 都是刺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也是刺破中国经济泡沫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就算现在你放开生育 可以说已经晚了 更别要说你现在还没有放开 所以不管是中国的楼市 还是中国的经济 终极杀兽啊 还是中国的人口断养 这个结果啊 我们看很快就能看到了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